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你们城市全家赔罪 方才多谢这位阿子了 这宫中贵人们发起火来 真是吓人 我叫骆极通 家父长水校尉落柱 几年前被皇后选为五公主半毒 少商妹妹叫我一声骑通阿子就好 好 骑通阿子 圣上跟皇后都和善可亲 为何偏偏这个五公主如此跋扈 她乃圣上妖女 天下初定后所生 幼时不及凶解吃苦 长大后又锦衣玉食 自然养的交灌鞋 但宫归三严 你我不可多加妄与宫中贵人 小心为家族惹来天大祸事 多谢季通阿子提点 不过幸好 我今后不会经常来宫里 成娘子 随我来 成娘子 坐在此处即可 多谢 真是何人都有资格入宫宴了 这宫中处处需按尊卑序位来坐 少商妹妹地位卑微 自然要坐在莫习了 我若不来 这位置就是你的 你看你那样还好意思说我 你敢讥笑于我 真是过早 长秋宫的人怎会如此不懂规矩 你身为皇后生母 也不怕让姨母丢了颜面 岳飞倒是教了你们永乐宫的人 要守规矩 敢问今日为何不带宣誓驸马来家宴啊 是三子与宣誓驸马又起了争执 还是因为今日子盛回来 三子把宣誓驸马留在府中了 妩媚 与其操心他人夫妇房中事 还不如思虑你那一屋子面首如何处置啊 你若再不赶紧将他们驱散 只怕过不了几日 连都城人都知晓了 你 今日佳宴 各位都少说一句 也憋不死人 若还押不出 待会父皇母后来了 你们大可把现在的话当他们面说 看个臊不臊躲 喂 叫你呢 方才与我在长秋宫争执的 是你吧 尚未开席 父皇母后尚未入席 你便心情投赤 怎么如此没规矩少教养 五公主怕是不知道吧 从前他阿父在外征战 将他独自留在家中无人管教 算是个乡下的野孩子吧 他也是第一次入宫 定是不知道宫中规矩 饿着肚子来面胜的 难怪举止如此粗鄙 原来是没有父母教啊 胆敢在宫宴上偷偷吃饼 这不是饼 你糊我 饼我还认不得了 这当真不是饼 这叫鼠囊 在香野家家户户 饭点的时候都吃这个 一个囊可顶三个时辰不饿 公主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听我阿父阿母说 这肾上节俭 皇后节约 公主怎能连这个布置 也是 公主贵为天之娇女 每天生在皇后庭院之中 自然好多东西是没有见识过的 你 不舒服 我先去方便方便 诚小娘子嘴巴挺了得 他叫我看看这脚上功夫如何呀 有些人真是殿前失礼 行走蹦跳 仪太可笑了 不舒服 啊 啊 哼 你们想干什么 我倒是谁 原来是承家娘子救兵来了 林将军 我自己的救兵 好好好 请 请 李子绅 你这是何意 早听闻圣上 一位伍公主觅得了岳世驸马 驸马人品风流 乃是旷世少见之人 与五公主顺势般来 子盛在此先行恭喜了 你 你敢笑话我 子盛 三公主与轩侯世子成婚时 成人在外征战 未能及时恭贺 在此 道遇声迟来的恭喜 走吧 等等 你这个小贱婢 你这个小贱婢 我认识 莫娘子 那丑娘子 似乎与林将军肯致亲密啊 做好咱们分内水 莫要非以他人 备好酒就端上戏吧 可是 以前皇后不是有意 将娘子许给林将军的吗 休要穿此行吧 皇后 从未将此事作证过 再忘一次之 看我都会惩罚你 是吗 林将军这是作合 为何不放手 拉来扯去的只会更难看 你难道想我们 在宫中被人看笑话吗 你坐此处吧 你坐此处吧 我坐此处 怕是不合规矩的 无妨 坐吧 如今公理形势 愈发不讲规矩了 连一个小女娘 都可以坐在皇兄身子 皇兄 你真是好脾性啊 三弟莫要吓着人家 这事家业 本就不必太过拘束礼法 蔡哲 是此剩 待她坐在这儿呢 皇兄此言差矣 以小窥大 至家吻而无章 何以治国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既坐在此处 总要通明吧 我叫陈少商 你便是那个 刚与楼氏退婚的 成四娘子啊 容貌甚好啊 我若纳了你 你我便是家人 家人坐在此处 便不算坏了规矩 两位皇兄 是吧 五弟啊 你就是太长情了 才让父皇屡次训斥 怎么 坚决不改 是吧 五殿下不必惦记了 少商他已经有情事了 子盛其我啊 这满都城中 何人不知城楼退卿之事 是啊 所以现在 我可以娶他了 林将军 你 我要冲动 不要为了帮我 表资以终身大事给婚了 是吧 怕是子盛和皇兄待得太久了 气势不弱从前伶俐 竟连一个小女娘 都敢违抗你的命令 陛下到 都在聊什么呢 这么高兴啊 寻城家宴 不必如此拘束 娘娘 你怎么做事 陛下 此时你这是 臣请您带行长辈之职 向城寺娘子 提亲 好 好好好 好 好好好 朕还以为这件事啊 要拖许久呢 如是说来 那就是今天 丁下来 好 陈爱卿 来来来 陈爱卿 子盛十岁起啊 就养在朕的跟前 如亲子无异啊 今日 朕暂贷扶植 向爱卿你啊 提亲 陈爱卿 意下如何 好 老公 我 先天 好亲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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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愣着干嘛 快答一个啊 陈自事 这是好事啊 是 好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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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情不能及 请陛下收回成命 陈夫人 你这是对此生有何不满啊 内子对将军怎敢有不满 将军少年英雄 将军少年英雄 是我家小女少商 配不上林将军 小女 自幼缺乏管教 行事顽略不堪 自妾归家以来 读书不行 习武不成 女都没有口德不休 妾文玉严加管教 奈何她目无尊障 不服管教 妾怎敢对天言有所欺瞒 若少商非我子女 如此心腹嫁我成事 妾也绝技不会答应 若换作成事其他女娘 能得到陛下垂碍照拂 我们成事也深感荣耀 陛下 少商好运斗狠 且担心 若真嫁给林将军 日后 会酿出大祸 连累成事 全家幸运 陛下 这门亲事绝佳 只是少商他自己 配不上 陈爱琴 陈夫人 所言当真吗 此事不怪小女 陈与内子征战沙场时 将她留于家中 难免输以管教 是我们父母失职 自古家仇不可外扬 妾也想给小女留些掩面 怎奈她 为师不堪重用 林将军 你与小女相识时日尚情 她看似怪巧通达 实则 较言是非 行事卢猛 得一寸 臣娘子 你认为 你自己 真的如你母亲所说哪般 如此不堪吗 回陛下 我阿母所言 拒绝属实 成女这般品行 连自己阿母都瞧不上的人 如何配得了天人之姿的林娇卷 是啊 圣上不如收回成命 你说什么 想不到啊 真想不到 竟然会有人为不嫁子圣 将自己的轻女贬得一文不值 在我的印象里面 全都城的女娘 都争着抢着要嫁给子圣 可偏偏成家 为拒婚不惜违抗皇命 不知道是成夫人用心良苦 还是子圣令人家心生俱意啊 三弟甚严 此事攸关皇家颜面 陈将军 还请三思而获选 那个 要是不嫁林不宜的话 嫁我也行啊 这个成娘子余我倒是挺配的 她促比不堪 我方浪不羁 我俩才应该是一对 说什么呢 换张东西 有你说话的方法 盛世 君无戏业 朕今天向你提亲 诚意已表 你敢当众聚婚 你 你这是辱志龙吟啊 你 你护我连家族啊 好 此事 正容你 三思后 再回答 臣违背圣意 罪该万死 臣愿辞官 是 挟亲女 离开都城 绝不爱陛下眼 只是臣女高攀不起林将军 还望陛下成全 放肆臣事 你这是拿辞官来毕阵吗 来人呢 陛下 陛下息怒 陈将军也是一时勤急 让他们再想想 陛下 陛下 林将军文韬武略 武衣不强 少壮时就立下赫赫阵宫 是全都城小女娘们 日思夜梦都想驾驭到郎序 只是成女自知 这班的林将军 城女是匹配不上的 至现在华县 林将军为救我 险失疑弊 后来在屠高山 又为救我 旧伤复发 他对我恩重如山 只是今日 突然提出要求取 真当是令城女 还有家人有些措手不及 但有一件事 我阿母做得对 便就是如实相告 城女的确是如阿母所说那般 粗鄙不堪 又经常惹是生非 不懂得体谅父母 更不会顺从郎序 不过抛开这些都不说 承你今日就想问林将军一句话 林将军 明日后寻得的心腹 自然是比我好个千百倍 我这人自幼倔强 不服从管教 更不会听你的话 这样的我 你还相取吗 当然 我从不知 自己在你眼里原是这般的好 想必你也不知 在我眼里 你陈绍商 就是全都城最好的女娘 林将军 陈夫人 莫打断我说话 世人都说 娶妻当娶温柔贤淑女 我看陈夫人杀伐果断 在战场上不输男子 可在战场下 您也跟陈将军抗敌情深 可见夫妻各有无等 并非皆为世人所想的一般 绍商或许不是所有人心中的乖巧女娘 但在我的心里 她就是这全都城 全天下 最好的 最好的女娘 她天真果敢 敢爱敢恨 是天底下最能与我并肩同行之人 此胜此胜 非她不许 好 说得好 陈将子 既然此胜一绝 你呢 你不用看他们 他们今天说了不算 今日由政为你做主 纵然笑道再大 那也大不过天子圣意 你有什么心里话 只管说出来 这倒是要看看谁 还敢斗胆反驳 不 臣女 无需他人决断 只听自身 臣女 愿高叛林将军一次 好 陈将子啊 这桩婚事 可是你自己亲自应成的 一诺千金啊 月后 谁要是再敢反复 朕 定则不误 好 谢陛下恩典 谢陛下恩典 好 成事还不谢恩呢 臣 臣父母 谢陛下恩典 谢陛下恩典 好 好了 行了 就起来吧 来人 又怎么了 陛下 是豫昌郡主 八成事 听到林将军定亲了 昏过去了 看看这些小女娘 成何地动了 席还没开呢 就喝多了 我说呀 我说呀 朕该让她呀去成秋谷 好好地学习学习规矩 是 紫生 起来起来 快快起来 今天真高兴 裴朕多喝几杯 钟阿琪一起同营 他 小姐 是 麻烦 坐下 这 是 您 跪下 你瞧瞧 你瞧瞧她这般模样 夫人 来来来来 今天太过惊吓 别说是她 我尚一时回不可神来 她受惊吓 我看她今日威风得很啊 当众允昏 连圣威都丝毫不惧啊 进宫前 阿母嘱咐了许多道理规矩 可这规矩里面有一条是抗旨不尊 放肆 好 妙妙 你可不能这样伤了你阿母的心哪 之前 是你心事难难的保证 与林不宜并无私情 阿父阿母才凭着激怒圣上去替你辞婚 你怎么又变了呢 之前我要嫁与阿瑶 阿母就不满意 总在我面前提理故意 如今林故意当真是求情了 阿母还是不满意 阿母究竟是不满意我责的狼絮 还是不满我这个女儿 我 好 好 妙妙 你不要误会你阿母的苦心哪 论水深那承阳侯府 彼之楼家 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初林不宜的阿母霍君华 身为霍冲的亲妹妹 曾是何等的风光啊 如今你看一看 又是怎样的下场 你何苦淌这个浑水呢 林不宜的阿富阿母 究竟发生过何事 我从未听人提起过 你连人家家里水深水浅你都不知 就谈婚乱嫁 活该你将来吃虎受罪 阿母不想说也就罢了 反正我驾驭的是林不宜 又不是林不宜的阿富阿母 陈阳侯府究竟如何 我也不是那么想知晓 并非你阿母不说 只是此事说来话长 当初霍冲将军 在圣上危难之时 以一座孤城拖住了 立地二十万的敌军 霍冲之后 霍家何家死于围城屠戮 霍夫人和林不宜也失踪了 诚阳侯啊便续贤迎娶了 记住家中的表妹淳于氏 谁知两人成婚不到一年 霍夫人竟携着林不宜行路回来 可朝中的文武大臣 不是最心疼终脸遗孤吗 他们为何不让这个 诚阳侯修了淳于夫人 再与这个霍夫人破惊重圆 再者说 阿傅 霍家满门都为国娟去了 论功绩来讲 远远都胜于何家满门 承阳侯家事与娄家不同 淳于氏与汝阳王妃交情匪陷 怎能轻易休息呀 汝阳王妃 这苗儿听着怎么这么熟悉 郁昌郡主的大幕 嗯 好 此乃妾身 以真金为王妃断住的神像 至于屋中可镇宅驱邪 你来瞧老身便是有心了 何必赐赐这般贵重礼物 再贵重的礼物 在王妃面前都不够俗误啊 这些年若不是王妃照抚 就以子圣对我的误会 恐怕妾身早在府中难以立足了 还不是因那霍君华 从中作梗 仗着兄长霍冲威望 整日对我们文史一族 遗旨气势 你就不同 你贤惠体贴又体系又老 当年战乱我受伤 是你日夜不休照顾 我才解回一条命来 终究是我对不住姐姐 什么叫对不住 全天下人都以为她死了 侯爷别去又何措之有 即便没死她失踪两年 又遭逢兵荒马乱 那谁之路上是否失掉真结 你提出以她同为夫人 可那霍君华尤为不知足 还整日对你喊打喊杀 你福中孩儿就是这样受惊吓才没的 到如今都没有子嗣 可能霍君华还整日装方卖傻 挑拨你子胜的关系 但郁昌价为子胜 我定让郁昌多劝服她 大夫 如今全程的人都在看我的笑话 你得为我做主啊 大夫 别拦着我 救护我 救护我 我替光丽裴大夫 以后勤动才向郭鱼山 我的心肝 大夫 你这是在闹什么 大夫 全都承认都知道我心临陵不宜 可难今日去道正向程四娘子提醒 我究竟哪里逼不过程四娘子 我哪里逼不过她 妈 这让她如此笑容 谁是承四娘子 静也配跟你比 就是之前在府上 与王娘子打架 后来又与娄家定亲的 那个承娘子呀 大母 如今自生要娶她 让我被全都承认笑话 郡主请安心 那个承娘子败得损刑 我与侯爷都不喜欢她 这亲事肯定成不了 我这就去找侯爷 让她寻子圣 好好谈谈 快起来啊 来 看我们孩子委屈的 不哭啊 不哭不哭 什么承娘子 我与你阿母啊 都觉得承阳侯府 是虎穴龙坛 所以才拼此聚会 娘娘啊 或许你觉得阿父阿母的 言之刺耳 但我们的确都是为你好 娘娘 淳于是不好相遇 只是其一 更令我与你阿父担心的 是那个林不宜 林不宜可不比楼摇 心性坚定 想好的事情 她一定是要做的 偏偏是你 也是如此地执拗 两个这么硬的人 能够结尾夫妻吗 今后 如果你们有些争执 谁会让步啊 我和你阿父可护不住你的 我自然知晓她不好相遇 那你还硬下婚屎 阿父 女儿可有其他选择 今日 阿母当着所有人的面贬低我 你们可有瞧见 评语里耻笑我粗鄙不堪的那群女娘 是如何的神情 阿母一心就想拒绝林不宜这个棘手的女婿 恨不得把我踏入尘埃 变得一文不值 可我也有自尊 但也有骄傲 也想抬头做人 阿母 我且问你 若今日圣上次婚的是堂子 你可还会像今日这般 当着众人的面羞辱她 我 若是泱泱 我根本无需这般操心 怎么就折上泱泱了 若若 你阿母并非有意贬低你 只是若不这般说如何收服圣上 即便阿父阿母的言辞不到伤了你 你也不要拿自己的终身去赌气呀 我并没有赌气 女儿认真想过了 我这脾心是改不了了 无论是嫁给谁 阿母都不会放心的 既如此 不如早早嫁人 阿母也能早些安心 你可知世道艰难 女娘若是嫁错郎便是一生的不幸 嫁错人一身一汗只是我一个人的不幸 也好过抗旨不尊满门遭殃 你们未曾教养过我 从前我心中是有怨 不过如今我想明白了 我又何曾对你们进过校 所以啊 咱们谁都不亏欠谁的 我不想阿父为了我而丢官 也不想阿父阿母 当年抛下我换来的陈家荣耀 又毁在我的手上 若是这样的话 都会让我自己觉得 我一出生便就是个笑话 阿父阿母 这门亲事是女儿自己定着的 其实是大老陆 浪子无魂 无论前路如何 女儿一人承担 绝不获� Москв dropped 好 好 阿母不足你的前程 你要想嫁给那林步仪 阿母成全你 阿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